有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妻 十月八號到醫院去打AZ疫苗 結果發現這批疫苗早就在三號過期 卻已經被打進身體裡面了 對此衛生局緊急說明 是診所人員上傳搞烏龍物質疲好 深深一鞠躬 這是九月中 朱日代表謝長廷 迎接日本政台的五十萬劑AZ疫苗的畫面 但卻有北市議員爆料 這批疫苗被放到過期 卻還注射到人體裡 他十月八號打的疫苗批號是K004C 到期日是十月三號 結果他十月八號注射下去是K004C 這個批號的疫苗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管理的 我想柯市長應該要向大眾來去說明 議員抨擊北市別再甩鍋 因為當事人十月八號接種 才發現接種批號K004C 效期直到十月三號還過期五天了 北市強調相關疫苗數量都有監控 當初配給該診所有八頻 期限前已經全部接種完畢 那誤打怎麼發生 該院承辦人上傳十月八日接種的明測 兩百七十八筆接種批號A1058CDC 物質為K004CCDC 如果院方去說他是資料物質的話 我想衛生局更應該好好的來去把所有的證據 和資料公佈出來 好在只是烏龍物質 當事人健康狀況也無礙 否則注射過期疫苗 後果不堪設想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呢9月10日 9月10日